这位先生呢 他叫凯 因为在杂志上登了 所以没有关系 否则的话是隐私 我不能说人家的名字的 但是呢 我的病人99%全是丹麦人 因为丹麦人有570万人口 只有一万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是很少的 然后这位先生是71岁那时候来到了我的诊所 他住的离我的诊所非常远 可以说是丹麦的东边到西边 哥伯哈根呢 在东边 他住在西边 开车要三个半小时开车 才能够到哥伯哈根的诊所 他的儿子开车带他来 他是吸肺 就是粉尘堵塞在肺里了 肺的功能很差 影响到心脏是肺心病 那么从西医角度呢 就是强心力尿 然后住呼吸的这些西药 我一看全都懂 因为在医院里工作了14年嘛 那么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状态呢 是24小时背着一个氧气罐 不能离开氧气 全身都是蓝色的 两条腿呢 肿得很粗 是他吗 他就是要氧气罐吗 这个就是氧气罐 大家看了 那么这么严重 医生已经告诉他 他的医生告诉他 你最多能活两个月 他是2001年2月份来的 他的生日是5月份 医生说 活不过你的生日了 你在5月你生日之前一定会死掉 就这么明确的告诉他 这是西方人的行医的道德 和中国人大比一样 他一来就告诉我 他再有两个月就要死了 问我行不行 能不能帮他 哎呀 我当时也非常惊讶 看到这么重的病人 我在中国看到很多这样的病人 但我没有用针灸治过 没有用中药治过 都是西医眼看着他们去世 那么这么一个病人 那么远 好几百公里之外 找到我 我能告诉他 我不能治吗 我想我一定想办法 第一想到的办法 先看他的靶子 结果靶子打开一看 他是靶子没有筋 火特别旺 当时大运又进入火运 火是什么呢 磕金的 磕是什么呢 磕是肺 所以他的肺就非常的厉害 我怎么办呢 火望磕金 马上想到了 我用水来救 把水给他弄得强壮起来 把这个火制住 这磕是不是就逃出来了呢 磕是水是肺 水是什么 水是肾 火是心脏 所以呢 我就给他主要的制圣 前面争一遍 资他的肾阴 后面争一遍 补他的肾阳 同时也争他的心术 肝术 肺术 这些地方 同时呢 我早上给他金贵肾气丸 绿水的 晚上给他用枝白地黄丸 给他不肾阴的 因为他阴阳都虚 腿肿这么的厉害 说明肾阳不足 心阳也不足 那么他的心率 一百四到一百五左右 说明阴气也不行 因为他已经病了这么久了 阴阳都虚的病人 结果 我的治疗 治疗了 六次 也就是说一周两次 治疗六次 他就把 大家就可以看 他就把氧气罐 24小时吸氧的氧气罐 退给医院了 他不需要了 把他从鬼门关 给拉回来了 然后总共治疗了12次 他在花园里干活了 你说 我们的拔字诊断 有多清晰多明了呢 这种治疗方案 也非常正确 还有一个病例 是拉宁在整个丹麦 都变得非常有名 这是关于一个 小女孩的故事是吗 对 这个之前还上了丹麦 当时最大的报纸 是小女孩 BT 对 那是这样一个报纸 上了BT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BT就是如果你在丹麦 坐火车 或者是公交车 上面都会有一个 免费的报纸 也就是说算是丹麦 发行最广的免费的报纸 一般丹麦人 他们都会看 所以陈老师 他是在什么时候 登上这个报纸的 1999年 1999年 陈老师把这个 印了一个 这个故事 印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板子 就是头板 对 头板 全部 对 那个时候 您的试迹 是印了头板 是吗 然后之后丹麦 就很多那种 一南杂认 都涌向您的诊所了 对 就是这位先生 登上了家庭杂志 哇 每天的病人 接待不够啊 接待就是说 奉拥而至 而且从瑞典啊 从挪威啊 从德国啊 都有病人开车过来 所以压力很大 经过了几次 病人跟报纸谈 我以后拒绝他们再谈了 因为我有一个心理 心理很的压力 如果病人都是很重的 要死的 那么他们来 我要是来不及接待 病人太多 我不可能啊 其中有一个女性 她就是这样 等了一个星期 我给她看了一次 她是哮喘 非常厉害 也是背着氧气罐的 结果下一次再约 约下一个礼拜一 周末星期天 她的老公打电话 说她星期天 在家里去世了 我当时心里就非常懊悔 没有救到她 所以呢 太多的病人排队 我感觉到 我能够救他们 但是没时间救他们 我就感觉到压力太大了 会有一个心理压力 因为病人都要尽心尽力的去救 对 所以我就不喜欢 他们再宣传我太多了 现在我在家里 有一个诊所也是很好 但是我不做任何广告 都是老病人互相转告来的 因为我处在半退休状态 我不希望太多病人 我自己糖尿病心脏病 所以呢 我承受不了了 我很担心这个视频播出剧之后 等一下又有一些病患来找到年人 现在呢 就是这个 生孩子 这是一个 因为女性也很 很那个什么的 刚才那位老人家 后来治愈了以后 她就在 歪了 就离我们很远 开车 开车要三个半小时 开 就用她儿子给装修好了 说我一定要到那开个诊所 救她的病友们 对啊 后来我就去了 坐火车也得三个半小时 每天早上去 晚上回来 在那开那个诊所 救了很多被氧气罐的病人 就是在歪了那个诊所 碰到这个病人来了 她呢 好几年 结婚都生不出孩子 经过治疗 帮她生了一个宝贝 就上了报纸 然后我在丹麦这些年呢 已经帮助129个孩子出生 他们的妈妈都做过了很多次的 人工受精 是晚年儿都不怀孕的 但用拔子一看 就看出来 她为什么不怀孕 有没有救 然后怎样救 所以 程老师像一个天使一样 把129个宝宝带到了这个人间 四柱八字 她不光光呢 是对哮喘啊 或者您说的肺不好 在不孕不孕上面呢 也是有非常大的疗效 非常大的疗效 非常大 能够排出八字 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孩子 能不能生 所以呢 我那129个孩子 其中有两个孩子 他们的父母都是同性恋 是女的 父母都是同 都是女的 然后呢 就通过借别人的精子 这样 他们以前做过好几次 试晚婴儿 都不怀孕 到这儿通过调节 他们的气血和五脏六腑 他们就怀上了 这方面的故事很多很多 我听您说 八字对于癌症 也是有一定的疗效 是吗 您可以给我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对 我有很多 以前很多癌症病人来这里 我们能帮 后来其中一个癌症病人呢 他就是 癌症病人委员会的 这个 领导 会长 丹麦人 丹麦 全是 我讲课的地方都是丹麦人 因为我都用英文讲课 我丹麦语不够讲课的水平 当时我就去他们癌症委员会讲了 我们针灸和中药中医 能帮你做什么呢 第一 癌症病人都做化疗 化疗之后 他们的血球 红血球 白血球都降低 有时候呢 降得太低 他就不能做第二次化疗 我说 我们可以帮你更快的升高 这种例子很多 第二 他经过化疗以后 很多人都恶心 呕吐 食欲大减 我们可以帮你 很快的改善 第三呢 他化疗呢 也伤阴气 所以他们的睡眠都很不好 我们能够帮助你 第三呢 就是能够帮助 他们的 这个免疫系统改善 使他们这个 癌细胞呢 转移 减缓 延长他们的寿命 但是 我很明白的告诉 癌症病人 我们并不能帮你 消灭癌细胞 第五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能量增加 就是力气增加 不那么衰弱了 所有的 在化疗的病人 都是少气无力的呀 我们让他们力气增加 这五点 确实是做到 所以我去癌症病人委员会 讲课 他们付款 付那个钱的呀 一个小时付我一千二 很高的 我去讲两个半小时付我三千 然后他们又告诉 其他的病人委员会 现在 到现在为止 他们尽管丹麦封国了 他们还打电话跟我约 约到明年的五月五号 是一个关节炎的 这个 病人委员会 一定约我要去讲课 也是 讲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怎么样治疗不同样的 腰腿疼 关节炎 你就知道 这个 我们的中医 我们的针灸 有多么的深入人心 程老师 就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视频时间有限 如果大家对四足八制 以及他与疾病预测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程老师的视频里面跟他学习 程老师也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开通了他的微信公众号 他的微信公众号是东西两气人 程老师您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微信号吗 那我简单说一下吧 我们从三月份呢 跟我女儿一起开办了东西两气人的微信号 从公众号里就可以收到 在微信里面搜索东西两气人 对就可以找到程老师 对主要是讲的是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 东方医学讲了我们的中医了 然后怎么样治疗疾病的 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听一听 因为程老师您是西医出生 然后您在急救科戴了挺多年 对对对 所以您是不光有中医很多年的经验 然后也有西医很多年的经验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去程老师的微信上面看一下 然后他目前是更新了十一期 十二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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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 对了程老师节目刚开头 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 您今年是已经七十三岁了是吗 周岁七十三 西岁七十四 天哪 您真的是看起来就像五十多岁一样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您是怎么保养的吗 就是这么大年纪 现在还保养得这么好 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多朋友问我的问题 特别是到了七十岁以后 问我的人更多了 那么这当中我要讲最重要的一点 第一点就是说 你要想年轻 你的五脏六腑 你要补什么呢 这是个问题哦 第一重要的是补肾 我用的是什么呢 是咱们中国出的 这个一吃黑杂粮粉 大家看刘晓庆是代言人 这个当中呢 我就可以详细的讲很多的故事 和这个有关的 第一点是补肾 第二点心态要好 那好在我这一点还是非常想得通的 尽管人生坎坷很多 但我还是很非常幸运的 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一切往全看 不是小肚鸡肠这么计较的 所以呢 我感觉到我现在非常的幸福 就应该把我的知识留给后人 哪一天我自己升天了 那么要把知识留给现在的医生们 西医和中医的医生们 我希望更多的医生们 关注我的视频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经历 以及您在四柱八字和中医上面的研究 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您的在YouTube上的新频道 然后也非常期待看您的视频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采访 非常高兴 然后一月一月份的第一周的星期六 我们将开始丹麦陈医生的亲历 神奇的八字与中医学 嗯 我们非常期待哦 那就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谢谢 谢谢 希望再见到你们